今天要做我們第二波的那個濾芯的測試 那這次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裡面看得到它有一些那個灰塵 我剛剛裝了一些灰塵進去加水進去就是來代表我們水中裡面的一些雜質 因為上次是那個水彩附著的東西它附著在濾芯上面可能會速度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用不一樣的東西來做測試 好然後先讓它看一下就是我們上次測試完的濾芯 它的附著程度是這樣子 好那我們等一下看一下灰塵到底能不能被吸到濾芯上面去 一樣的順序我們把濾芯裝上去 然後把我們這個髒的水 讓它不要沉澱 讓它全部都倒進去 好這樣看就很明顯 有沒有很髒 超髒的喔 好OK 好我們順序一樣 先把這個沖洗乾淨 先把這個沖洗乾淨 好到目前為止這邊都是透過直接流下來的 沒有過濾性的水 好我們沖洗完我們來看 好瓶子是不是就像玻璃瓶一樣 原本的玻璃瓶 非常的透明非常的乾淨 好這原本的狀況 好接下來就是我們的 殘酷的實驗時間了 到底可不可以過濾掉我們 上次水採OK可以過濾 那這一次灰塵的部分呢 好只留一下下 大家有看到我流的水量並沒有特別多 而且我剛剛一過去我就馬上把它接起來了 非常透明 非常透明 相當透明 OK 再來就是這個了 究竟它會變怎麼樣呢 好大家有看到嗎 有沒有看到跟一開始 一開始我們給大家看的差別齁 灰塵都在上面了 黑黑的一圈 相當厲害 最後上次加碼的齁 大家一定要幫我推喔 加碼的 加碼的 好OK大家努力